大兄姊妹主内平安 今天落响圣言读经计划的经文 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十四节 让我们先来细心阅读这部分的经文 然后有一段安静默想的时间 盼望神祂亲自透过祂自己的圣意 来到教导每一个渴望祂话语的人 也都叫凡乐意遵行祂教导 都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赏词 虽然我们都知道 约翰福音的内容 明显地和其他三卷妇类福音书里面的内容 是不一样的 不过在结尾的部分 约翰福音同样都有记载了耶稣比竹拿 门徒四山 包括了彼得的吴认主 耶稣受审判 被群众弃绝 并且要求钉他十字架 还有耶稣的死亡 被埋葬 然后复活 甚至在复活的记载上 我们看得到跟从主的人 里面仍然有疑惑不信的 包括了底土码的多码 在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之后 作者就很清楚地向听众和读者 交代了他写这卷书的目的 本来这一个可以是一个完结的地方 不过后来就加添了一场的延迹 作为书卷的另一个结语 今天所读到这一段经文 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另外又有两个门徒 话可我们有时候都会谈论 彼得和多码对耶稣的信心 偶尔也都会 嘲笑一下他们的不信和疑惑 也都有时会因此而对自己的信心 而感到沾沾自喜 不过在经文里面 作者并没有牢牢地记住门徒过去这种种的失误 耶稣对此也都赤字未提 相反 我们看到门徒最熟悉 和能干的打雨工作上面 表现得一无所获 遇到挫败 耶稣也都再次在这个时候 主动地关心他们的需要 给他们的指示 使得他们得到丰富的收获 不单止这样 耶稣也都为他们预备了食物 就是饼和鱼 耶稣为他们打点预备 再次向门徒来到指示出生命的方向 在这个海边的沿直里面 耶稣愿意和门徒来到分享 也都让门徒有机会参与分享 耶稣请他们将打来的鱼 拿过来一起烧烤和享用 门徒肯定明白到 他们之所以得到愚获 就是因为当时在岸上的这一个人 他们的主给了一些的指示 他们 而藉着这个言直 耶稣肯定了他们信服的心 和作工的努力 在这里让我感受到 耶稣的慈爱和温柔 感觉就好像阳光穿透了灰口的云层 而将地上朦胧的迷雾 和幽暗冰冷的空气来到驱散了 为人添上了光明和温暖 即使是在内疚困惑和伤痛的心情之下 这一切都可以让人重新再次得力 约翰福音的作者清索这样来到表示 在提比利亚海边的言直 是耶稣从死人里复活第三次 来到向门徒显现 我相信耶稣同样 希望可以重新建立起门徒的信心 也都藉此向他们指示 得着真正和真实的生命的关键所在 弟兄姊妹 回想过去 我们有没有好像昔日耶稣的门徒一样 对耶稣有所误解呢 有没有因为个人种种的原因 曾经背叛过主 甚至不认主呢 你认为耶稣会怎样来到看待你呢 不认我们在什么的环境 当中有多么艰难和败坏 又或者我们曾经都让耶稣 或者也都让我们自己失望 在这儿都很盼望 我们可以再次经历到 主的慈爱和温入 得常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宴席 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会在主的里面一生来跟从住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靠着真理和圣灵的能力 叫到我们尝试基督里面 建立我们的信心 叫我们恩信他 而得着丰富的生命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 以及阿门